欢迎收听面白大丈夫的Podcast节目 面白阿贝 我是又又 先来请今天一起录音的朋友来跟大家打次招呼 又又又又又又 我是沐森 又又又 我是又又又又 哽咸 又又又 我们又在一起见面了 又在一起见面了 再一次的董璇 我是Coco 之前还有一次不知道在流行什么东西 然后测完之后我就拿给老板他们看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不是你啊 这个不准 然后灵感嫌就全部帮我重选了一次 他说这个才是你 哈哈哈哈 哦对啊那个什么 猫咪哦 啊好像是什么脊脚型的 摩羯座好像都会这样 摩羯也这样 哦真的哦 就是他比如说九情人格 你会做测验嘛 对 做出来之后他就会说 你不像这个人格看一下 你应该是几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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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为什么 为什么要帮我更改我的人格 那我选完之后你觉得确实比较像你啊 可是我就直觉 就是他他就说哦就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会直觉还是经验 我就觉得我是直觉 然后他就不是不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都会说哦你以前遇到什么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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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经验 旁观者 可是我觉得我是直觉啊 可是这两个好像不太一样 刚刚牧生姐姐听起来是他看答案 然后说啊你是第三种答案的这种人 对啊林耿贤也是啊 可是林耿贤不像是啊 林耿贤比较像是哦你可能 我没有看到答案 我只是觉得你比较像什么行为我去帮你按一次 哦对他他用我的立场他自己做了一次那个测验 然后他说哎你是这个 然后说哦好不好 结果真的做出来还真的你也觉得 就是还可以 哈哈哈 我真不了解我自己 被改答案了 对被改答案 像是我昨天有稍微查了一下八字重量 在YouTube上 然后 呃 我发现好像 我的八字重量没有到很重 但我还没有听过比我重的 我五两三 五两三超重 我没有研究哎 那个要怎么看啊 网络上查是吗 要知道你的出生时间 哦 对生神八字出生 然后我就看有一个YouTube在讲这件事 就是流氓 你有没有听过吗 哦有啊 对对他有讲这件事情 那还有特别挑出几个重量 打字的都都都会收进去 有挑出几个比较特别的重量 然后五两二跟五两三他都有跳出来讲 五两二就是很适合投资 五两三很适合创业 所以你是五两三耶 我是五两三 哇你很适合耶 他说这种人就是要 不能待在办公室室内 你要一直出去外面跑 差那零点一两差这么多 可是两个都是好的 一个是适合投资 你可以在自己的家里投资 反正都是会有钱 对对对 然后五两三你就要到处跑 所以我之前在海大做办公室 我就觉得很郁闷 也没什么好事发生 那时候在渔邦还超超惨 不适合你 就是我要到处跑到处跑 后来我出去当业务之后 我就觉得好一点 然后他现在自己 我们自己创业 然后开始全台到处跑 就觉得运气会 可是他比较容易收到 坦白讲如果当初 不是要做搞笑这件事 而是要做其他创业你敢吗 你是 就是很多人会从像学校这种铁饭碗 放弃到外面 我觉得这个决定 就是很多人不敢做的 可是那时候我就是敢 开酒吧你敢吗 哈哈哈 你说开喜霸哦 你为什么把林哥 你先推入火坑啊 可是他说的 他说的说法是 如果我要开就一定可以开成 哦 所以喜霸当初找错了 应该要找他 而不是 但是也要他有兴趣才能 可是我就可能跟你说 我不要开了 不要开在那边 或者什么的 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吵架 我一直觉得开实体店面啊 的创业 对我来讲是觉得要最大的勇气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觉得 对我来讲就是失败率超级高 对 就实体 只要是你要开实体 我都觉得 干这个创业率 这失败率真的超高 那如果加盟 因为你一直锁在那啊 然后你又 钱又一直烧 一直烧啊 一样 就加加盟也是 可是如果这个品牌正在旺 然后你加盟他 那你就是被加盟的那个公司转走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如果正在旺 他加盟金一定不低啊 对啊 就被他转走 对啊 你就要想 第一个你要先付出一笔加盟金 可能三四百万 现在都三四百万在跳 三四百万跳完之后 你还要装潢 这家店 装潢能再喷一两百万掉 你看你就直接六百万 我想那六百万 直接去买房子了 如果有六百万可以赔 直接去买房子 投机款 因为一样嘛 你投机款缴完之后 你要每个月付房贷 那你店里也一样啊 你投机款 你的全部缴完之后 你每个月水电 人事什么什么 都还要在缴 然后还不用忙这么多事情 对啊 而且如果你跟人家讲说 两笔资金 一笔我请他去开 好像假设知名的连锁店 跟这一笔我就买台北市的房子 那十年后你觉得谁会 不要说赚钱啊 你觉得谁这笔钱还留得下来 应该十个里面 有八个人都会选择 应该是房地产 那我们给牧生再选一次的话 买股票吧 可是我觉得有这样的经验是好事 对啊 真的啊 我觉得人就是真的要赔过才会 才会知道 不然我磕在身体里 我一定会一直想着 啊我还想要做这个 对 而且你有可能 你赔过店之后 你的股票也会比较保守 不像我们是赔股票 赔完股票才开始保守 甚至还没办法保守 想着要翻 还想着玩 董萱最近的投资策略好像蛮激进的哦 我吗 我最近的投资策略蛮保守的 是吗 可是你的空单都 我没有 球莫没了 但是那个简少年说很会投资 对啊 他说他很适合做投资 还是简少年算错了 少算0.1 没有他也说我有创业命格 简少年说的 他说他这辈子会一年比一年好 就直接好到 清格 创业命格 清格 还是其实你是5.25 清是 5.25 清色的清 清格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太敢去做算命这件事情 就是算出来好当然很好 可是如果算出来不好 你不会就是有一个疙瘩在那边觉得 干我被算命失说不好 就像我小时候我咕咕 有拿我的八字去就是给人家看 然后说你会死在水里 然后之前我们去那个游乐园的时候 我就超害怕 我就跟工程师说 你帮我抓好我会死在水里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一次这样 就会很害怕 我本身也没有主动找算命过 都是刚好 但我也不排斥别人刚好来帮我算 但确实我目前算到现在 都是好 对都是好的 好可恶 我比较特别的是 我算了好几个 每个老师都说 我是要35岁之后才有办法事业成长 你现在几岁 34 那再给你一年的时间 都是算35很奇怪 简少年也说我35 我以前算好现在也是35 我也是35 可是你已经35了 我已经37了 但我35之后就有比较好 你35在干嘛 那个洗爸收起来了 已经收了 已经面白了 已经在做面白了 对啊 开始增加档次了 对 档期 档次 对 档期 我记得刚加入的时候很旺 那时候 嗯 对 就是疫情那两年 因为那时候你没工作 对对对 刚好都补进来 对对对 哦 哇 那真的是 好可怕好准哦 所以你看我不敢去给人家看 这就是一个绿点了吧 哎哟绿点又是什么了呢 最近老高不是讲了一集运气的分析吗 绿是好的吗 绿是好的 对 就是他是做一个实验 他是说如果我我今天有一个人在路上 然后有绿点绿点就是好好事会发生 然后红点就是坏事会发生 然后好事跟坏事会在路上随机移动 然后你只要碰到绿点 那你就有几率会资产翻倍 那如果你碰到红点就是资产直接砍一半 超级玛丽翅香菇哦 他其实是一个心理实验啦 然后他有去做一套程式出来去跑模拟 那这个红点跟绿点跟这个人 就是在那个模拟里面代表的各个项目 你们看了吗 看了 对然后他 他每一个人会有能力值 如果你能力越高你就越 你遇到 绿点 绿点的几率会越高 好像不是是遇到绿点你越有几率可以把资产变翻倍 因为有些人遇到绿点没办法翻倍啊 因为他能力值太低 他其实就是假设人就是零到一百分好了 一百分就是你遇到绿点 绿点 遇到绿点 你就可以100%的把资产翻倍 百分之百 对但是因为人的能力是有平均分布 就是常态分布 所以一般人的能力值大概是可能是0.3到0.7中间 所以他就是把这些地图上的小人就是常态分布把他能力全部算进去 就是可能有人0.3分啊有人0.7分啊 那 所以路上真的有绿点 当然绿点是指好事 你人生中遇到的好事 对 你要戴一种眼镜才看得到 对 对 红点 红点的话只要一旦遇到不管任何能力值的人资产都直接就 就是坏事 譬如说你遇到车祸 你怎么样都闪不了 对啊 你聪明跟不聪明都没皮油 开酒吧就是红点 哈哈哈 直接 归零 对 他一个红点是砍一半啊 但是 你的酒吧应该是两个红点 哈哈哈 一半带一半 但是他的能力值如果够好 他酒吧可以成功 反正酒吧可以翻倍 因为你的酒吧可能不是只有收到红点而已 而是绿点来了你没有抓到 对对对 这些人怎么在讨论这些虚无评的东西 没有 跟他的结论就是 统计下来发现你能力值越高的不代表你的资产会越多 对 哦我好像有看到 因为虽然你的翻倍能力很很高 几率很高 可你最后 你最后的资产不会是最多 你没有能力把他让他翻倍 没有你运气不好 或者是一直没遇到绿点 你一直遇到红点 你能力再强也没屁用 对 所以你要运气超好 然后有一点能力 对 他说最容易资产累积最高的 刚好就是能力在中间 然后好一点点 对 就你只要是 不要是那种超级 大笨蛋 低智商 超级大笨蛋 你觉得中间的智商 差不多 你就越容易成为首富 跟常人一样 对 其实就是一般人 但我觉得运气这东西 真的是已经定在你的生命力 为什么 怎么说 因为像我们家 以前大人很喜欢 每个礼拜都会打牌 就是那几个我舅舅 然后有一个叔叔 他们永远 都在赢前 就算他先输了 他也一定会凹到赢 就是一定最后都会赢的 然后 运气都很好 拿牌都很好 然后我爸跟我就是 我们怎么赌都输 然后牌拿起来永远都超烂 然后你偶尔赢了一两次 你就觉得 喔有有有机会 运气要来了 可是 又输掉 大概10赌真的是9赌 对 我只要赌一定输 呱呱乐一定不会中 所以其实你看 他的命格 比较适合去走正财运 就是我觉得这个偏财运 很差 我觉得对我是很好的事情 我不会想东想西的 对 就是我一定要创业 我要靠自己的钱 靠自己的力量赚来 你会努力 对 嗯 对这些人真的是偏财运很差 我帮他们 就是对了大概快一年的 统一发票 对 一张都没有 一张都没有 就是他们外送啊 或者是吃东西 就会发票回来丢在桌上 我就帮他们收集 一年耶 像我 像我之前在海洋大学 会有尾牙跟春酒 每次都会抽 每次都会抽奖 那都是包的是钱 我一次都没中过 然后唯一中的一次 好不容易 那个奖箱是肥皂 哈哈哈 一盒肥皂 一盒肥皂 而且是院长讲 那时候院长 不知道为什么就拿了一个香皂 也许很贵的香皂 我知道 但对你来说就是肥皂 然后我当然说 哇这次不是钱好碎 不知道谁会抽到 我就抽到 哈哈哈 钱的时候我都没抽到 那你们家人都有抽到奖品过吗 有有我们家其他人就比较好 像我姐玩我两年进去 她每一年都中 你刚说什么两年 两年 玩你的什么 两年 哦玩你两年 玩我两年 晚 比你晚进去 哦哦哦 但她几乎每年都中 有时候春酒跟尾牙 同时都中 哇好好哦 好猛哦 但我觉得我生小孩 真的娶母亲生的 运气又比较好 哦 发票都会中 最近 就是常常会email才 那段时间我们还有走中奖啊 哦 得奖 对对对 对对对对 真的耶 那其实老高也讲到一个就是说 你其实没办法去要求 绿点什么时候来 但你可以尽可能的降低 红点发生几率 什么意思 所以怎么降低红点发生几率就是 第一个你身体保持健康 就是你不要去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 然后 如果开车真的很危险 你也不要尽量不要选择疲劳驾驶 因为你有时候疲劳驾驶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侥幸心态 或者是你 其实可能喝酒之类的 你觉得我已经OK了 醒过来了 我可以开车 但是其实以这种情况下 你发生红点几率都很高的情况下 你不要去堵这件事 避开红点 对 因为这件事你也在堵运气啊 也在堵几率啊 就是夜路走多了 一定会遇到鬼 对 你就不要去走夜路 嗯 就是说你尽量不要去走 呃 危险的事 然后呃 危险的路 然后不要去碰危险的事 那你就会尽可能降低红点 啊你说 哦那我就待在家里 待在家里还是有 有车祸发生 可是那个几率就真的是 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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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就你不要去跟人家玩几率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俩不开车的原因吗 也不是 台北真的不太需要开车啊 我也觉得 麻烦 然后可是对我来说是 能力值 基本上不会影响你的成就 所以 你不用太钻研在 哦 一项技能上 嗯 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是做 我们做搞笑的嘛 我们也要拍片影片 可是我们不用 我们剪片也要很精通 我们拍摄也要很精通 我们什么要很精通 不用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只要 掌握住机会 然后有基本的能力 像我们演戏也是普普嘛 对 基本的搞笑能力 基本的演戏能力 然后我们想办法做的平易近人 哎这是一个机会 然后 市场票价定的 观众可以接受 这也是个机会 广告行销 就是掌握住 掌握住这些机会 我们这个拆开来看 跟其他人比都比不上 演技比不上大剧团 然后卡斯比不上大剧团 对行销规模可能也不如他们 之前也有别人来问我们 怎么做行销的 我跟他讲他说 这不是跟我们做的一样吗 最近我们也没有做的比较厉害 真的就是 我们遇到绿点了 我们 第一个可能运气比较好 第二个是我们 有发现这些机会 对 台湾可能很少在做 简单好入口的喜剧 我们做了就是发现机会 入口吗 而且台湾的教育很容易 就是要你钻金 对 就像 因为我的个性就是 我什么都爱学 可是我都学一点 比如说像吉他也是 诶 要开始学很深入的时候 我就不想学了 对啊 然后钢琴也是碰一点 什么都碰一点 碰一点 人家就会觉得 你这个人就是都三分钟热度 不专精 很废 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像我们 对啊 像我们剧情里需要弹吉他 其实陌生的吉他就够了 对啊 你弹到那么厉害没有用啊 反而会花了他很多时间在 接触或学习很多事情上 嗯 像可能观众觉得我的 诶什么 地板动作 好像很强 但其实我就只会套力 撤翻 那对于真正在练这些东西的是 小儿科中的小儿科 诶 你不是还会风车吗 可是风车也是很简单的东西 哦 因为我那天有看到有一个观众留言 就有在问说 诶 耿贤现在还可以坐风车吗 因为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做这个动作 对当然可以 可是风车其实很简单 难的比如说是鞍马或者是抛啊什么 那就一些很难的动作 头转啊手转啊 但对我们不会的人 看起来就很华丽 对对对所以就够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陌生吉他也是很强 可是对于吉他高手来说 看你超废的 哦 所以你只要70分就好 不用70分 甚至 10分 甚至应该说你看 你看到他撤翻不会惊讶 可是看到我撤翻会惊讶 哦对 我第一次看到他撤翻的时候我吓死了 我说董燕燕你为什么会撤翻 对可是撤翻可能对我来讲就是 以前就三不五十小练一个的东西 就是观众看到我跟牧生撤翻 第一次看到的人也会惊讶 哦你们会撤翻 其实这个很简单 嗯 对对 所以其实老高就说说能力来讲 不能说没有 但是就是大概 你只要有就好 对然后尽量让自己变通才 就是什么都碰一点 什么都灰一点 因为这样做有助于让你好判断 这到底是不是绿点 哦对 对对 因为有时候绿点这个东西 你没有眼镜是看不出来的 就就跑过去就 就像第一个如果假设以喜爸来讲 喜爸来讲对你来讲 你当初看的时候是绿点 可是你现在有了经验有了什么 如果人家在邀请你说 哎你要不要开一个类似像喜爸的东西 你就可以判断出 这个是绿点这个是红点 对哦 所以其实你开喜爸这件事也很重要 因为他也无形当中培养你商业的敏锐度 跟你失败的经验 让你好判断下一次的绿点跟红点 到底是什么 这都是宇宙最好的安排 对 因为其实老高那个实验讲的很简单 因为他的绿点跟红点是不需要分配 是不需要分辨 就碰就来就是了 可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红点跟绿点 对有时候是包裹着糖衣的毒药 就是所谓的赛翁芝麻烟芝非福 而且像有些那种什么老师不是常会被一些什么投资群组诈骗 我们那种年轻人一看就觉得干这就是诈骗啊 为什么会被骗 可是你看他们就是会被骗很奇怪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好事 对对他们来讲他觉得这是绿点啊 然后我们已经在劝他他还是觉得是绿点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以前没被骗过没被赔过 他不晓得 对所以也有人说你赔钱的事要越年轻做越好 因为你越年轻的时候赔了钱 就算是你全部身家也没有多少钱 也没多少然后你可以立刻赚回来 而且你可以立刻就学到经验 那如果是例如说像父母辈已经退休了 那时候才赔假设10%来讲 1000万的10%100万对他来讲 是赚不回来的 因为他们已经退休了 对 可是如果年轻的时候100万 我有存款100万我赔掉100万 你是赚得回来的 而且所以你会从这次的经验当中累积更多100万的机会 好有道理 所以他就说你要能够自己往就是心胸要开阔一点 然后遇到更多的人才能够碰到判断出哪里有真正的绿点 让你的资产做翻北 好喜欢听董萱讲话 为什么 不知道 就我从刚认识董萱的时候就很喜欢听他讲话 铿锵有力 就是他讲的东西就是很容易说服你 董萱如果没有做喜剧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做直销 可是我每次都觉得心里很不平衡 因为其实我讲的话跟董萱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 他常常跟我讲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会说我不相信 然后他就说你去问董萱 我说为什么要问董萱 然后董萱讲我就嗯嗯对真的 然后我跟他讲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亲人之间 就是很奇怪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第三方人跟你讲才会相信 对而且就是 就觉得董萱是一个聪明的人 所以他说的话我比较听得近 他有时候讲一些歪理 可是他讲的坑墙有力 你会先相信他 对对对 我觉得我是不是脑波太弱了 所以我也适合当邪教的教授 很洗脑人力很强 所以我说就是很喜欢听他讲话 就是有遇到什么疑难杂症问董萱就对了 可是你有一阵子好像比较喜欢牧生 一小阵子 没有牧生是比较心灵层面情感方面 对对对对 两性关系 但我对世俗的东西很不了解 就是社会上的东西 好像比较灵魂 牧生比较灵魂 然后董萱比较就是 如果我要做什么决策 我问他说 诶董萱我该怎么办 董萱我该怎么办 董萱就会很清楚的分析给你听 然后出来的内容都跟他一样 然后他在旁边讲 I told you 我早就说了吧 无先知 但我有尽量在改这件事 就是我还是会跟你讲 但是我就不会最后跑出来说 我早就跟你说了 对对对 因为女生最讨厌听到这句话 对对对 早就告诉你了 你现在说什么屁用啊 对啊爆掉了 其实老高那一集后面还有再讲一个 就是他们后来有做一个实验是 把自己觉得运气好的人 跟自己运气不好的人分两组 那其实后来那个实验的结果是讲说 通常觉得自己运气好的人 并不是他真的运气好 而是他的眼界真的就比较开阔 就他可以看到一些隐藏的暗示啊 或是一些绕个弯就可以过去的路 对但是运气比较不好的人 就会有点像是比较钻牛角尖嘛 就会花比较多时间 好像有些人说运气不好的人 会比较钻 因为他为什么觉得自己运气不好 是因为他太专注于他发生悲剧的那几个时刻 然后他就记掉掉 就有点像我今天踩到狗屎 一般人可以踩到就 啊干好衰啊 然后就忘了 应该这么说 比如说 像牧生如果开喜霸岛 你就一直讲说 喜霸岛赔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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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你是眼界比较开阔 就是喜霸岛让我们发现指南人生 就是这件事对你来说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所以你就会觉得自己运气了 还是运气不好 所以到底是关注在赛翁施马的那个部分 还是关注在胭脂非腐的那个部分 没有喜霸也没有直男人生 对啊没有喜霸也没有直男人生 真的耶 因为直男人生一就在喜霸 我们没有一间房的话 对如果再更早追溯 没有一间房就没有直男人生 没有一间房是什么 董萱那时候如果因为他们情侣在吵架 就受不了跑出去了 就是错失了 他看到我被女的打巴掌 在我房间里耶 什么时候 因为我们那时候一起演搞笑者 应该这样讲 如果再更早追溯一点 我为什么会跟你同房 是因为我那时候离开渔泵 不然我应该要跟渔泵的人住在一起 对 对啊那时候搞笑者 渔泵一定是 就是渔泵一定跟渔泵的人住 然后以外的人就是随便你分 而且我现在回想起来 你记不记得我们住的房间 对 门口贴着喜 霜喜 好现在有 因为那间饭店很久 我记得在台南 然后是那种婚 就是人家新郎新娘会 对对对 他们都有办婚宴 新郎新娘房 就是住的房间 然后你被打巴掌的时候 我跑到那个新娘房那边住 等一下我为什么会有打巴掌桥段 我搞不懂 那时候的女朋友 没送 不爽我 那他也在也在那个剧组里面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想 诶他只会会来这边 那你们怎么没有同一间房间 他是女生的 不是也是同一个剧组吗 不是也是同一个剧组吗 没有啦 男生一定跟男生同一间 真的喔 除非你是夫妻了 才会比较容易拍同一间 只有我们剧团会这样做啦 其他剧团不会这么人性化 对 其他剧团基本上都是两个一间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已经离开渔泵了嘛 然后搞笑者也是最后一次巡回 我就是 我已经准备要去找工作 所以那时候好像 离开渔泵 然后最后一次 可能是坏事 对对对对 因为就没有搞笑之路 搞笑之路就断了 被断了的感觉 对对 然后那时候就跟他同一间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聊啊 然后还分享到什么 你们的演出费六百 我说 好也太低了吧 对对对对 很夸张 搞笑者也是六百吗 没有搞笑者 正常的价钱 也没有一千 一千一千二 可是也是被 那时候羽梦抽过 对啊 都抽很凶啊 那时候抽爆了 好惨喔 然后 然后就同一间 然后同一间完之后 我们就决定 我就跟他讲说 要不要再做 就是在他洗吧 做一档戏这样 好酷喔 对所以其实如果 我们这部漫画 或是电影的话 这些都是伏笔 要从那些 那时候开始 对这个时候都是伏笔 后面才会 喔原来那时候这样 喔原来那时候这样 就是我们现在演一演 然后就会 有一个人跳进回忆 然后就回忆到 那时候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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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其实 坦白讲那时候 也算是 我那时候其实是可以不用演 搞笑者最后一 round 因为我那时候就离开了 对啊 离开那时候其实 那时候你也没有打算再做搞笑啊 对啊那时候我其实是 那你为什么要演 呃那时候就觉得 想要好好跟搞笑这条路做 说再见 对告别 喔 哇我记得你好像有跟我说 而且就是离开渔泵之后 会觉得 啊我在演的时候就 更轻松了 那我不是在渔泵底下演 我是以我自己个人 来做这个搞笑 对 做一个完美的ending 喔所以你那个时候 已经离开渔泵 已经离开渔泵 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你 那时候一直说 你为什么还要演很麻烦 因为我等于要演那个戏 害我不能去找工作 我等于是 落了一年的一个空窗期 只有你而已吗 对啊只有我而已啊 那时候阿亮都还在 阿亮还在只有我而已 然后那时候 如果我去演了搞笑 我等于是落了一年 就是如果你都要找工作 你干嘛不赶快找 对 就是他从他理性的判断是这样 然后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 可能有点勤奋吧 就觉得对搞笑的的感觉 我不太想要那么早放掉 然后好好的说再见 对然后再来就是 我会好好的利用这一年 把我的可能英文 休息一下 对休息一下 然后把我英文调整好 然后业务能力 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 稍微有一点sense 然后去面试啊什么 会比较OK一点 就利用那段时间 让自己好好休息 那你的英文调整好了吗 那多一八百二就那时候考的 哦 对 真的耶 对 你看现在那时候感觉都好像 你也 会觉得他在浪费时间 对 回头看都是好的 都是铺陈耶 所以那时候 如果你要我回到那时候 怎么判断这个机会是绿点 还是红点 对啊 很难耶 嗯 真的很难 所以真的就是运气 就像电影如果你不知道结局 对你来说就是未知的 但其实是确定 嗯 然后我们未来我觉得也是确定 对 对 所以回到刚刚那个说 就是你到底如果你都只关注在自己 绕赛啊 出球啊 别出球了 就遇到衰事的情况下 你就会久了久之 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就觉得自己一定是个 运气不好的人 但那些运气好的人是 那些坏事 我遇过我就忘了 然后我只记得 你知道吗 上次怎样怎样 遇到超好的 就心存感恩 对啊 如果像董轩他到现在 他想起来就是 离开渔泵 没有钱吃饭 对 然后业绩不好 对 然后我会 然后我会 颜面神经麻痹 对 痛风到现在啊 就哎 干我这些人超衰的 对 就如果关注那些的话 然后股票赔钱 对 那到现在如果他只记得这些东西 那就是一个超级悲惨的人生 对啊 但其实我们从旁边看到说 你有很多好事啊 对啊 只是你不 你故意不去想他而已 对 就是我们从这些好事都有汲取到很 这些坏事都有汲取到很多经验 然后来成就下一个好事 你就要一直记得下一个好事 一定会发生 没错 嗯 所以保持正向 对 心存感恩 接受所有发生在你身上 多变心灵成长了 对 那我也想要分享一件 我这阵子一直有在做 之前第一集应该有分享到 就是那原子习惯 原子习惯开宗名义的一句话 就是说 人们都以为自己命运已经决定了 但其实不是 是你被你无形当中的习惯 所决定的命运 比方说像是 例如说有些人好就习惯性熬夜 那习惯性熬夜 那习惯性熬夜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熬夜完之后 他隔天起来上班的时候 状况就会比较不好 导致他早上的状态不好的情况下 都被老板看在眼里 那被老板看在眼里 另外一个人可能早上表现比较好 下午表现比较好 他就觉得 这个早上表现比较认真 提拔他 那这个早上表现不好的人 就会觉得 老板大小眼 妈的 还不是因为他比较会拍马屁 可是他并不晓得是 他熬夜的这习惯害惨了他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命运是决定好 但其实不是 你的所有命运都是被你的无形当中的 坏习惯或好习惯 就像他的身体 他的运动绝对不是为了要求身体健康 没有就单纯一个习惯 我如果今天不去打羽毛球 我也浑身不舒畅 我就去打 这已经是他的习惯 可是他这个习惯的带来的好处 就是他永远 可能生病的情况下很容易好 或者是根本就不太容易生病 然后也不太容易会有那种 啊 头痛啊 什么时候 然后他过敏什么的 对 然后创作啊 什么也都超级顺利 持续清晰 对 这说不定就是他运动习惯所 创造出来的命运 我们看他觉得 哇 他是创作天才 可是他创作天才的这个性格 说不定是他运动习惯所 带出来的效果 那你原子了什么 哦 原子了什么 就是我开始把 就第一个不吃糖 哦 就第一个不吃糖 那第二 不吃甜食是吧 就不吃添加糖 就是不吃例如说什么 甜点啊 对啊 然后饮料啊这些 然后再来就是 哦 我现在开始 我的剧本能力 相对他来讲一定是比较差的嘛 啊 写出来的东西有时候也是 有时好有时不好 所以我现在有给自己一个 算是小小的原子习惯就是我每天 每天无论如何 一定要打开剧本写一下 就动个笔 就动个键盘 哪怕写出尸体 或者甚至你打开那个剧本 然后也看着他发呆 发呆 发呆15分钟都可以 但我每天一定要做这件事 那你说 做这件事有什么好处吗 但是不做一定比做来的不好 那就去做 做就可能就累积累积累积 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突然间 我可能不是在剧本成长茁壮 我反而是在大喜利成长茁壮 也有可能 就是他原子习惯这本书 就是在跟你讲说 你只要能够 而且他也不需要你多 你只要挑出你最核心 就是对于你整个人生最核心 最想要解决的事情 你只要针对这件事情 培养出一个好习惯就好 他就会开始浅移木化的感染你的所有人生 对感染你的所有人生 中下一个 对 所以这一集是我们原子习惯的业配 对 对吧 该是老高一片 说要打羽球 我觉得有一个 运气这种事真的很神奇 我打羽球 加上现在 加上以前 超过四五年五六年了吧 就是大家都是去了就打 去了就打 也没什么 就是 不太会有人在那边吃东西啊 然后有一次去我 我就是前一天好像有吐还是怎么样 就身体很虚弱 然后我就没有吃 然后隔天早上我也是 因为我都会睡到很晚就直接去 就不 早上不吃东西 那早上空腹打球我都很正常 可是那一次 可能空腹时间真的太长 然后就这样吐很虚弱 然后就是有点打不太动 然后可能就是快昏倒快昏倒的感觉 血糖太低 然后我又不敢跟我爸讲 因为怕他担心 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老师来 然后看到我坐在旁边休息 他就说 他直接给我两个卖味灯的红豆面包 说 欸这给你吃 欸 那我也没问他说 为什么 就是单纯就发生这件事情 对 我跟那老师也不是交情特别好 他也不太会 他平常也没有再带东西过来吃 就那一次这样做 然后我吃完我的体力就恢复了 酷欸 为什么刚好是那一天 不知道 那个老师是后来叫你小贤的那个吗 很多老师都叫我小贤 好烦 又回到上次那一天 就是我打了一两场 我觉得快不行了 我觉得我真的要休息 那你看起来有快要死掉的样子 应该还没有 但是我觉得我再打下去 可能会有点 分气这样 可是如果突然说不打要休息 也很奇怪 但我觉得他就是你看 他就是属于会 会记得好事的人 因为我相信这个情况可能也 没有那么严重 但可能没有发生那么多次 但发生当下 你如果假设那个老师 没有拿红豆面包来 我猜你还是会硬捡完 然后硬捡完就吃东西 可是我可能状态就很差 就是一直 就是跑不动啊或什么的 然后我爸可能就发现 你今天怎么 你都跟你爸一起喔 对 我刚才我爸配 就是说你怎么那么虚弱 什么之类 可是就真的是吃那两个 淀粉类的东西 体力就恢复了 酷耶 得到拯救了耶 而且重点是从前 之前也都没有人 会在那里拿东西出来 伸出元手 因为那边就不是 大家会带东西吃那种地方 因为运动前 大家也不会吃东西嘛 那也不算什么元手 他也不知道我虚弱 他只一来说 欸 这里有这个两个给你吃 直接拿给你喔 不是问说 欸 有没有人要这样 对对对 欸 我之前 不知道因为我刚刚 只有我坐在旁边而已 之前看那个 运气这件事我就想到 之前很喜欢一部日剧 叫重版出来 又是 又是重版出来 他有一集就专门在讲运气这件事 他说其实运气是可以累积的 就所谓对 就运气可以累积 然后可以用在你想要用的地方 他所谓用法就是指 你每次去跟神明祈祷的时候 其实你祈祷一定会说 我希望哪里哪里身体健康 或者是什么 你都是无形当中 你就是在用你的运气 你希望你的运气用在哪里 也就是说你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你平常一定要累积运气 所谓累积运气最简单就是 随地捡垃圾 捐个小零钱 或者看到有人需要帮忙 扶老太太过马路 这些其实都算是小幅的累积运气 那累积运气累积这些之后 其实我们是有目的的 没错 因为每个人都一定是自私的 但是我们先无私的对待别人 然后我们自私的 想要把我们累积的运气用在 例如说我们希望面白能够成功 或能够红这些事 你就是要把这运气用在好的地方 那里面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说 赌博会无意间耗损你的运气 完蛋了 他很不建议人家去赌博跟买彩票 所以他里面极端一点就是 那个书店的老板 他中了一张十几万的彩票 他也不算中 而是他本来就买一本书 然后里面好像有一个什么抽奖活动 就让他中了第一特奖 他把那张特奖撕掉 他说我要把这运气累积在我的书店 让他蓬勃发展 不能就是把他领起来 然后全部建出去就好了 对啊那他应该只是戏剧化的手段 对对对 一般人不会这样说 不可能 是我都想说对换一下 对啊 换完然后把他投资在书店 不是更好 对对啊 所以他讲 其实我因为那件事我也有一直在撕 也我也 也有撕 彩票的习惯 也有什么 有时候会有物以善小而不为 就也会开始 无形当中会做一些小善事 董轩会在路边帮老太婆买口香糖 像 买口香糖给那个老太婆 老太婆可以吃吗 帮他买 像我如果买那种口香糖 我会再多给他钱 就例如说假如一包一百块 我会直接给他两百块 说不用找 然后有些人 两百块本来就不用找 没有啊 如果一包一百而已 两包两百 两包两百 没有我买一包 买一包一百 那我给他两百 不用找 不用找我一百 就是等于说多一百给他 对对多一百给他 像我刚刚来的时候 两张一百块本来就不用找 你有两张一百块 你是给他一百块就好了 应该是一百二 然后你给他两百 说不用找 没有我是一百块 给他两百块 就不用找 如果你给我一百块 就给他一百就好了 刚好耶 像我刚来的时候 因为我都也是会习惯 看到玉兰花 我都会买 对 然后就没零钱 我就拿钞票拿一百块给他 因为一串三十嘛 对 结果他就拿了三串给我 我也没讲什么 我就觉得 好啦那你要这样也OK 也可以 对 然后有些人会提出一个疑问 就是说你怎么知道 那是不是骗人的 那不重要 那不重要吧 很多人都会 像你之前好像也有提过这个问题 没有 我是被我们以前咖啡店的一个大姐 因为他们 这可以讲吗 反正就我有认识一个朋友 然后他们家很有钱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我固定就是每个月 会找一个机构 然后捐就是一个小额的数目 就也不是很多 但不会影响到我生计这样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这个月捐了什么 他又说 那个团体是假的啊 你不要捐钱 然后我就觉得很沮丧 就是我明明是好意想要做这件事情 做好事 为什么你要这样泼我冷水 然后我就跟董萱讲 对 然后我自己的解释是 其实这无所谓 虽然说我们可以去查证 当然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查证 可是我们在做好事的当下 我们是心存善意啊 那别人拿我们的善意 去化成他的恶意 那是他的业障啊 不干我的事啊 那你说你没有进到查证的责任 可是如果你为了经历查证的责任 反而那笔钱没有捐助的责任 说不定他就现在有需要 那你反而缺少了一次做好事的机会 那我宁愿我误解了一百人 里面哪怕里面九十九人都是做恶意的 可是我也帮助到真的有需要帮助的那个人 没错 对 可能心存善念就是很重要就对了 对 我们变成心灵成长课程 差不多了吧 对差不多了 那我们要准备进入结尾了 还有什么想说 好酷欸 好酷欸 今天聊的东西好广喔 从算命聊到股票 然后又聊回面白 对运气 原子习惯 其实大概都是在讲运气啦 对啊 欸工程师 连完股票也也需要运气啊 对啊 需要 对啊 人生什么都需要运气 所以我偏财运很差我就觉得啊 还好至少都没有消耗到我的运气 对 对啊 喔这一次为什么我不太喜欢 呃 杜伯 就是呃 应该说 不会想要去什么 呃 买呱呱乐 对对对对 喔对对 就连买呱呱乐我也不是 那抓娃娃可以吗 抓娃娃如果你是当成娱乐 你不要想到夾什么东西是可以的啊 你不要想要从上面赚钱 我没有要赚钱啊 我只是好玩 然后大家可以吃 我股票也都是好玩的 你也不要难过 对对对 夾不到也不要难过 夾不到 不要难过 不要捶鸡台 我没有捶 我没有捶 保持正向 对对对对 可以难过啦 只是不要万坛 就是一直抓着那个东西 一直认为自己运气不好 对 一直想啊我昨天没抓到 烦烦烦烦烦烦 那可以就是两三天就去一次吗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喔可以耶 老板说可以耶 我觉得可以去啦 但就是 我觉得要 不要让自己 就是整个疗伪的感觉 现在那个 就是 疗伪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我可能预计我今天花500块 那我就是 反正我一定先花500块的零钱嘛 然后我就抓抓抓抓抓 然后我前面表现不好 然后我就觉得 不行 我不能今天叫这样回去 我要再换500 可是 那就是俗轎拨大 就是那种赌博的心态啊 可是我再换 我真的有抓超级多的 每一次都这样 对每一次都 那如果你第二次再换 又輸你还会不会再加 我还没有遇过 那我真的是第二次换 那你就一次换1000就好了 对以后就 没有那就会变成1000跟2000 那你就一次换250 那我就一次换250 那我的停损 可能就会再500 对 林轩听到了吗 那我就觉得他们抓这个 其实以娱乐费来讲 已经算小很多了 对啊 就是而且它是有实质的东西 你可以带回工作 是这样点心吃 对啊 因为有些人是买名牌包 那一买就两三万块的 对啊 对啊 我可以抓个两三个月 他们只能买一个名牌包 对啊 诶名牌真的超屌的 因为杰明很喜欢名牌啊 诶可以讲吗 他就说 他可以可以 因为他就是摆明了 他很喜欢 然后他之前就是在 他很喜欢一支 勞力士的表 对 然后他在台湾找都找不到 后来他们去新加坡 他就想说新加坡赌场附近 一定有 一定有 有人拿去当喔 开了四五间 专门劳力士的 哇塞 然后他进去 劳力士的店员是说 你现在看到的所有表 都买不到 那他还开着干嘛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要把品牌 经营在那 他根本没有表可以卖 他也是要开着 请店员 然后开在最精华的地方 品牌经营 所以你看那个名牌的东西 他卖一个他有赚多少钱 对啊 超级扯 赚翻了 他可以开在那边一个月 他不卖东西耶 他就每天开 那我们要开始努力经营 面白大丈夫这个品牌 我们票开始卖到2万 对 然后我们开在东区有一个剧场 然后你进去说票都卖完了 真的卖完了吗 没有吧 然后剧场抠荡荡 什么东西啊 可怕 好喔 我们要准备收了 时间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要准备进入结尾大喜利的环节 哎呦大喜利 那今天的大喜利题目是 秘宁老师说只要做一件事情 面白大丈夫就会声明大照 请问是什么事情 哎呦 董萱 董萱先来一个 秘宁老师说只要做一件事情 面白大丈夫就会声明大照 请问是什么事情 在舞台上不小心脱下内裤 已经做了吧 做了 大方了 生明大照了 还简程预告 有啦有照有照 照起来 好沐森 秘宁老师说只要做一件事情 面白大丈夫就会声明大照 请问是什么事情 你买一百块的东西给他两百 跟他说不用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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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善好事的部分 没错 累积一点好运 好 耿贤 秘宁老师说只要做一件事情 面白大丈夫就会声明大照 请问是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把声明大照的标准降低 哈哈哈哈 到现在这个程度就好 哈哈哈哈 已经声明大照了 哈哈哈哈 已经可以给自己交代了 YouTube18万订阅就是声明大照 是顶了 18万就是顶了 18万就是顶了 如果把时间轴拉到五年前 18万其实不错欸 对啊 而且其实才刚开始做而已 就是通膨啊 对啊 对啊 没有啦 人到达一个境界的时候 你又会再继续往下走 那有欲望嘛 对对对 人往高处走 好啊 还有其他答案吗 水往高处喷 没有的话就要收咯 你喷了什么水 喂 哈哈哈哈 这样做到底是会折水运气 哈哈哈哈 不会吧 这薄军一下啊 应该不会啦 应该不会 这算开发新技呢 哈哈哈哈 好喔 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 就先聊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我们是面白大丈夫 辛苦 恭喜 欢笑 be with you 太久了 男友这张海你很想哭 来看面白 因为欧比酷 明白 be with you 太久了 一定有人笑得像女巫 just like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